差不多今晚上的最新消息 有一架幻象27号2047的战机 在今天晚间是按照原本的例行训练 要进行夜航的飞行 按照原定计划在今天晚间 8点05分的时候从新竹空军基地起飞 但是没有想到在半个小时后 疑似因为动力消失 因此这个战机就坠海 缺陷的位置是位于新竹外海的位置 可以看到这个确切位置 是在新竹港南里的西南方16.7海里处 我们目前最新掌握到的是 这名飞官飞行员 他有顺利的跳伞 这名飞行员名字叫做谢佩虚 他今天所驾驶的战机 是幻象2000的2047号的战机 他已经实施了跳伞 但是目前空军也说人员状况不明 目前正在尽力的来进行搜救 那目前出动的搜救的兵力 包括从国防部这里搜救机 从大一基地就已经赶紧的前往去救援了 包括像是空军救护队已经出动了S拐动机 还有EC-225 另外海巡也派出了一艘的舰艇 还有两艘的快艇赶紧赴到现场来进行搜救 而国搜中心也随即派出了空情总队的AS-365的直升机 同样的前往到出世的海域来进行救援 因为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跟着时间赛 我们知道目前的时间已经非常的晚了 那在这个夜色纯木低伪的状况之下 当然要在大好捞转的部分是蛮不容易的 可是我们已经掌握到了这个飞行员 确实是已经顺利的跳伞逃生了 那我们知道其实如果顺利跳伞逃生的话 他身上包括像是这个相关的跳伞装备 还有包括身上所有的搜救装备 预计是可以来提供搜救队有些缺随的位置 但是当然我们现在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把握时间 来赶快跟时间赛跑顺利的把这名飞行员来救回来 那至于为何这个幻想战机会出事呢 当然目前到底是人为或者是因为机械故障的原因 恐怕直接下来也是要靠着空军这里来打漏战机之后 来找寻上面相关一些资料仪器之后才可以推估 不过我们了解这个谢佩勋的这名飞行员 他是105年班的 那据悉他在进行5遍IOS进场发动机的冲击的时候 那是没有想到这个动力突然的消失 那究竟是什么确切原因呢 目前在未来还要进行进步的调查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把人救回来 而目前这个搜救工作还在持续当中 有任何军营消息TVBS会为您随时查过找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